創業門檻 我們本身是做餐飲業 那其實餐飲業的創業門檻已經沒有那麼高 但我認為其實創業都不容易 那在創業的過程認為 我認為話題性非常重要 那其實如果你有話題性 像我們本身是牛肉麵打配 盡量啤酒 那很多人會覺得很特別 那客人會來幫我們做一些宣傳 他會去打卡 然後可能跟同事採一半後就會聊到 然後甚至有很多平面媒體 或是包裝雜誌 他們會覺得很有興趣 然後會來採訪我們 然後會了解我們的故事 所以我認為話題性在創業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大膽去創業之後呢 我認為滾動修正 然後掌握機會就很重要 其實你在做的路上 就是不要害怕去改變 然後你認為該做的事情 就是去堅持 然後去修正 都是無所謂的 就是掌握機會 好